今天我们会来讲解怎么样子做Name2Touches的硬体部分作业 你要先上这个Name2Touches的官网上面 然后去下载点选software 下载Name2Touches Software Suite 下载完毕之后呢 你会得到一个zip 档案 然后把这个zip 档案解开 解开之后 就会得到两个资料夹 Name2Touches里面两个资料夹 一个叫tours 一个叫project 你必须启动tours里面的 hardware simulator 点两下启动它 启动完毕之后呢 会得到这样一个视窗 这个视窗里面呢 你就可以去载入程式来执行 可是你的程式呢 通常会放在这个project底下 这次老师已经做好一些空架构 然后准备让你自己再去补 那这些程式里面呢 一开始都会只有空架构 那你必须要把它补上 补上这些程式 然后存档 存档好了之后呢 你就可以开始执行 那执行的时候呢 有两种执行方式 那一个比较好的办法是 直接执行Squid 执行Squid 执行Squid 我们LowSquid 在下面它会有一个讯息框 我们如果执行直接执行Squid 那你就看到 假如执行的结果是正确的 它会说Compressor ended successful 那如果失败会怎样呢 我们把这个程式故意改 不错 让它失败一下 那我按回去 再重新执行一次 那你就会看到 失败的结果 它会告诉你在哪一行失败 那在这里失败 然后Nineboard Nineboard不是指 这里是第四行 是指我们的真值表上面 在第四行错了 那第四行错了 你就得看一下 为什么第四行错了 A1是EB是0的时候 那中间结果的 AN的B AN的B是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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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感觉就怪怪的 AN的B AN的B 应该0 0 再变NAT的话 AN的B 再加一个NAT AN 再变NAT 应该是1 所以这里就错了 所以我们就得把它 检查之后 再把它改回来 改回来之后呢 再重新执行一次 再重新执行一次 好 那这次就对了 所以我们 这样子的话 就可以 去 做这个Nine2Touches的硬体部分 洗液 然后用这个Hardware 什么类的 来去执行 看看你的设计 是不是正确的 那这就是我们 在上Nine2Touches课程之前 各位所必须要了解的 这些习题做法 那这是我们今天的展示 谢谢大家